不过说到运动 现在正值盛夏 大家都喜欢玩水消暑 为了宣导防腻提升学生自救能力 大理区的光镇国中 这天就在室内泳池 邀请两位优秀国手 为学生做水中游泳技术示范 并同步举办了水上运动会 除了要验收学生泳技 也希望能够提升学生们防腻自救的概念 避免危险发生 烧音异响 选手们立刻卖力的往前游 展现练习已久的勇技 希望能游出家机 帮班上争取荣誉 大理光镇国中 最近趁着学期末 举办一场水上运动会 不只推广游泳 也提升学生的水中自救能力 之所以会办这种活动 最主要的是 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地区 那水域非常的多 再加上天气炎热 很多孩子都喜欢在夏天的时候 去找凉快的水域来活动 但是有时候 如果遇到不安全的水域 会发生很多危险的事情 所以光镇国中 非常重视这个活动 那我们二年级的学生 全面实施游泳课 光镇国中以来来游泳池 共同期盼 光镇国中在这个 使家前夕毕业前夕 让这些协同 不要到危险水域去游泳 今天就为水域安全先到 学校结合游泳业者 安排国二学生进行食堂游泳课 学习四式游泳 包括养视自由式等 这天也特别请来50公尺碟氏 和水面浦泳的全国记录保持人 两位优秀国手 除了示范高超泳技之外 也提醒学生基本的下水观念 游泳的话就是 你可能下水之前要多动多暖身 因为如果你没有动的话 下水很容易就是受伤哪里抽筋什么的 在水里就是一定要热身 热完身下去游 如果你一直在水里玩 不要超过30分钟 如果超过30分钟会有一点失温 对小朋友来说他们也比较怕冷 然后比较不好 夏天青少年喜欢玩水消暑 每年6到9月更是学生溺水事件的高峰期 不过台湾有许多危险水域 为了安全考量 消防也呼吁学生从事水域相关活动时 要多加注意 才能玩得安全又开心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